神秘的神妙使者终于出现了 这家伙为了找到五竹 从江南到京都一路上杀了很多人 陈平平让监察院六部的人前去调查此事 结果全部遇害 后来费界亲自出马 也被他一招放倒 连放毒都没有用 这是五竹第三次与神妙使者的交锋 第一次交锋是在他刚跟叶青梅逃离神妙的时候 那次交手让五竹丧失了忌 第二次交手 是五竹中了庆地的吊虎离山之计 导致刚刚生完孩子的叶青梅惨遭毒手 如今双方再次交锋 结果又会如何呢 五竹和这位使者虽然都来自于神妙 有着同样的身躯和装备 但差异仍然存在 五竹在叶青梅出现以前 就已经是神妙中的最强机器人 后来又被叶青梅赶了程序 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 反而更加灵活 除此之外 五竹逃出神妙后 不仅与神妙使者多次交手 而且还跟叶刘云 虎和两大宗士打过架 战斗经验更加丰富 因此相比之下 还是五竹更胜一筹 可惜这次交锋被庆地算紧了 当他们打到悬空妙附近时 突然出现上千弓弩手 手拿复合弓向他们狂射 然而这种原始的武器 又怎么奈何得了 来自高端文明的仿生机器人 安装在大脑里的高级智能芯片 能够帮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 精准地计算出所有 避让撤退和攻击的路线与时间 再加上360度无死角的敏锐观察能力 以及难以想象的反应速度 即使面对万箭齐发的场面 他们也照样应付得游刃勇 可惜他们毕竟不是同仇敌忾 欲望相争到最后 却让愚人捡了便宜 由庆帝得意的神情可知 神庙使者这次与武竹的交锋 又是他的诡计 玄空庙刺杀事件过后 他用一个满脸包裹着纱布的 假饭嫌骗武竹现身 与神庙使者死磕 待到两败俱伤时 再让提前埋伏在玄空庙的弓弩手 将他们乱箭射死 可惜最后结果并没有完全如愿 但神庙使者之死 让庆帝对击败武竹 多了几分信心 经此一战 武竹盈盈感觉到 二十年前 叶青梅被害的局面又要出现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亮亮呛呛来到范府 对林婉儿说 让范贤去江南 让范贤去江南 去三大 去三大 快让范贤去江南 去三大方 武竹让范贤去江南三大方 是为了修复巴雷特 以便对付随时 可能会出现的可怕敌人 林婉儿此刻正想杀了武竹 为哥哥林拱报仇 可是看着他身受重伤 仍惦记着丈夫安全的样子 又于心不忍 因为他深知 范贤如今危机四伏 不能没有五竹 你的命 暂且歌放 悲极之后 你我之间 不死不休 成交